12月30日,《非诚勿扰3》首映票房仅2485万,第二天更是不温不火,这让人倍感意外。 零星大腕云集,预期市场却遭到惨败,着实让人匪夷所思。 即便有葛优、舒淇、玉云鹏等众多巨星加盟,但与其他贺岁档影片相比,票房表现十分疲软。 《非诚勿扰3》故事设定在2031年,秦芬和梁笑笑领证后没度完蜜月就分离多年,老范帮秦芬定制智能人笑笑。 然而,观众对此评价不佳,甚至有人直言如坐针毡,如盲刺背,如耿在喉,认为影片已经落伍。 冯小刚作为国产贺岁片的开创者,其近年来的电影成绩并不理想。 他持续压保的华裔兄弟也陷入低谷,或许缺乏资金导致了一系列失败作品。 尽管该公司参与过一些成功项目,比如《前任4》,但《非诚勿扰3》的票房与口碑双双惨败,无疑给他们雪上加霜。 华裔兄弟后续有多部作品进入后期制作,希望可以改善目前的困境。 而冯小刚则面临着时代变迁带来的挑战,未来作品将如何发展引人期待。